当天上午9点左右 上千名红山军成员前往曼谷市中心拉沙巴送路口 他们一边敲锣打鼓 一边在沿途树干上捆绑红色丝带 在被视为红山军大本营的北部城市清迈 数千名红山军成员计划19号傍晚 在当地一所体育馆集会 泰国前总理宋蔡翁沙瓦和红山军核心领导人 炸都鹏彭潘将出席集会活动 为防止红山军集会期间发生暴力袭击 警方在曼谷和清迈分别部署了近2000人和近900人的警力 2006年9月19号泰国军警发动政变 他信领导的政府被推翻 从今年3月起 红山军在曼谷举行长达两个月的示威集会 数次与军队发生冲突 造成近90人死亡 至少1900人受伤 5月19号泰国军队发起驱散行动后 红山军领导人宣布停止集会并向警方自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